我让你跟不上我 让你哪个国家的你根都跟不上我 你让你们连我屁股的影都看不见 我看你怎么判我 冬奥史上有没有可以吊打一个时代的运动员 有 那就是短道速滑大魔王王蒙 你看他霸气的发言就知道 他有多厉害 可以说中国短道速滑的发展史 就是王蒙的成长史 他的出现改变了短道速滑赛场 被韩国人统治多年的情况 他凭借一己之力 将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带进了43秒大关 王蒙1984年出生于黑龙江 是弟弟道道的东北姑娘 桀骜不逊的性格 让他永远不服输 可这样的性格也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 曾经三次被国家队开除 可当国家需要他的时候 他又会奋不顾身站出来 将一块又一块金牌留在中国 王蒙在2000年正式进入国家队 第一次参加世界青年锦标赛就获得了冠军 2004年他展露头角 独自包揽了世界杯荷兰战 意大利战 韩国战等多个500米冠军 并且在10运会上一举拿下 500米短道速滑金牌和女子全能第一 2006年第二十届都林冬奥会 王蒙迎来了职业生涯中的决定性一战 他以44秒345的成绩 领先名将拉达诺瓦 成功拿到了女子500米的金牌 在2008年11东运会中 王蒙更是一口气连夺七枚金牌 成为了短道速滑世界第一人 自此蒙时代开启 2009年3月王蒙在维也纳短道速滑世纪赛中 获得了女子500米1000米 全能三项冠军 同年4月第11届全运会中 又包揽了五枚金牌 同年9月 世界杯中国战中 又一43秒430的成绩获得冠军 奠定了让人闻风丧胆的大魔王称号 也成为了韩国队员的噩梦 短道速滑德国战 王蒙没有上场 韩国选手因不敌我国选手李坚柔 竟然在赛后公然击打李坚柔的腹部 并且持续对李坚柔进行谩骂 大魔王这还能忍 马上进行回队 自此王蒙和韩国队的梁子彻底结下 韩国队在赛场上会派出三名选手关照王蒙 而王蒙也会在采访中直接表示 赢不赢金牌不重要 但必须要把韩国队干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